2013年的第一天,中国大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开始正式实施,而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可是中国的律师却认为,大陆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在一党专政的控制之下,这些法律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很难实施。 而且法律越多,对公民的控制也就越多。 据大陆媒体报道,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涉及一百多处,超过原内容的80%,覆盖了所有诉讼流程,从立案到侦查再到起诉、辩护、审判、执行、外加证据制度。 中国黄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认为,新刑诉法是司法一个很大的倒退。 他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人的权利都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可以秘密失踪,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而北京律师江天勇也指出,那种被失踪的条款臭名昭著, 而历年所谓的一些进步,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实施。 所以他说,法律越多,对公民的控制也就越多。 江天勇还表示,居民身份证法实际就是增加对公民的控制。 去年5月,江天勇在车站因实名购买车票而被定位,当天他被突然出现的当局人员控制。 江天勇还表示,法律弄得再多,也不会是中国大陆真正的法治化。 因为中共制定的法律,不是在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而是在于增强官方的维稳能力。 一个民事输入法,里面很关键的,公民的委托代理人的权利就受到限制。 一个公民委托除了律师以外,委托其他的公民的话,就必须是社区推荐的等等这种限制。 那么这种限制使得你一个人要想委托另外一个人来做你的代理人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必须经过所谓的社区的推荐。 那么中国的社区实际上还是个安党的一个控制的组织,它是用来帮助个安党控制民众的。 此外,司法解释规定,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放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 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据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解释,这项规定主要针对个别诉讼参与人,所谓直播庭审情况,试图引起舆论关注、炒作、制造舆论压力,干扰法院审判。 日前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也开始发布实行。 根据办法,拘留所应当安装并使用监控录像等技术防范设备,对被拘留人进行实时全方位安全监控。 监控录像资料至少保存15天,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身体受到伤害,可能提起国家赔偿要求的,拘留所应当将相关监印录像资料予以刻录留存。 而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表示,当局是要通过修法,把对民众的控制做到极致,凡事有利于保护官员的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少得可怜,但保护民众的都会大打折扣。 他还说,配合修改后的身份证法,及新出台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公民的人身及其他权利,被官方侵犯的概率会更大。